盘点一代碗豆射手都有哪些区别 原版 面对不断入侵的普通僵尸 大夫在情急之下 创造出来了碗豆射手 用来守护家园 勤奋的碗豆射手 夜以即日地守护着这片大草原 碗豆射手使用的前提条件是 每次必须消耗100点阳光 等确时间为7.5秒 每间隔1.4秒发射一颗碗豆 每颗碗豆能对僵尸造成20点伤害 有效射程为一行 配合火炬梳妆 能使攻击伤害提升一倍 除此之外 所有射手都是在 碗豆射手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 噩梦版 噩梦版碗豆射手 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头重脚轻 脖子比较长 整体画质比较迷你 发射的碗豆都是迷你碗豆 魔幻版 魔幻版碗豆射手 又称魔炮之物 看上去像个外星生物 整体由破铜烂铁组成 攻击方式为发射 一道激光 初音版 初音版碗豆射手 变成了卡通人物 是个帅小伙 头顶发射碗豆 攻击僵尸 凯特版 凯特版碗豆射手 变成了电能碗豆 可能是预警追不好 才会不停地扭脖子 发射的电能碗豆 附带穿透性 能对一行一类的僵需 造成伤害 奥利给板 奥利给板 碗豆射手 头顶大便 整张脸都被大便 给污染了 发射的碗豆 变成了大便 大便的威力 和普通碗豆 是一样的 涂鸦版 涂鸦版碗豆射手 据说是一个小学生化的 其实不难看出 整体非常具有线条感 相比其他版本 这个碗豆射手 脚下只有两片叶子 学生版 学生版碗豆射手 又称铅笔射手 看上去像个投影仪 发射的碗豆 变成了一只只铅笔 攻击伤害不变 TF版 TF版碗豆射手 又称狗头碗豆 只因脑袋上 画了个狗头 身体会不停地闪烁 攻击速度比较快 除了能发射碗豆以外 还能发射玉米搭炮 一次性解决僵尸 垃圾版 垃圾版碗豆射手 又称车车射手 像个彩色投影仪 发射的碗豆 变成了清洁车 这个版本中的僵尸 眼睛瞪得像个铃铛 95版 95版碗豆射手 没有做任何改动 与原版是一模一样的 西油版 西油版碗豆射手 又称孙悟空 最大的变化在于 整个头部多了一个紧箍咒 包了一层青纱 碗豆射手 不管怎么努力 还是打不过 给力僵尸 冰雪版 冰雪版碗豆射手 看上去黑不溜秋的 整张脸被黑化了 发射的碗豆也是黑色的 其他方面 与原版是一样的 另一时空版 另一时空版碗豆射手 变成了向日葵 能发射阴浪 攻击僵尸 六个阴浪就能击杀一个普通僵尸 玉米版 玉米版碗豆射手 外观变成了一个玉米 发射的碗豆 还是普通碗豆 TAT版 TAT版碗豆射手 用的是二代的皮肤 整体看上去更加圆润生动 其他方面 与原版是一样的 派版 派版碗豆射手 头部颜色 变成了黄色 发的是 礼盒碗豆 攻击速度是所有版本当中 最快的 到复材了